我正式命你的名为连江舰 海洋委员会主委管毕临命名后 再由海委会两位副主委联合执评 正式完成1000吨级巡防舰连江舰命名下水 即100吨级巡防救难艇PP10086交船仪式 日前到东沙群岛巡查 亲眼见到海巡巡护船 伟新舰正在驱离大陆渔船执行呼吁任务 让管毕临打为感动 而伟新舰就是1991年由台船技用场建造 因此对于这两艘海巡新舰艇的加入 管毕临充满信心 这样的舰队如果能够完成的话 我们除了负责国家的国安治安平安的任务之外 平转站的准备也可以说我们有很好的基础 所以今天来到台船的基隆厂 我们特别给予感谢还有一个更大的期许 除了强化海巡编装发展方案 28艘中最后一艘完工交船的100吨级巡防艇外 连江舰是海委会委托台船建造6艘1000吨级巡防舰的第三艘 不仅船型比现有1000吨级巡防舰更大 搭载中科院开发的 正海武器系统取代40快炮 加上4支高压水炮 再执行水面近战防御任务 更具有威吓及攻击能力 台船方面更纳入近年研发的智慧船舶技术 可以有效提升海域执法及救难护雨能量 这一次的1000吨的6艘 我们预计在116年可以全部交完 这里面用的是跟以前的不太一样的设备 大概最新的部分大概都给它放上去的 除了可以都维持原来的功能之外 可以增加未来在海上的救难 或者是巡富的一个能量 另外把台船现在最近几年研发的一些 智慧船舶的技术都灌到里面去了 那这个东西可以加强他们执行的效率 也可以省掉很多的人员的使用 那这个东西对未来的护雨护海浆 都有很大的一个效果在那边 包括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立法人蔡司义及金融市议会议长 同志伟等人都出席官礼 对于海巡弟兄执勤的辛苦表示感谢 也肯定台船对落实国舰国招政策的贡献 尤其是金融厂同仁的表现 更是荣耀了基隆 我希望在这船上让我们海巡的弟兄 生活空间也能够更加的完整 那这个部分就有赖我们台船 在后续的这样的一些船舰过程当中 规划设计的一个努力了 台船作为我们台湾最大的行业制造公司 如同刚才他提到这100件也是零为寿命 还好有台船 身为基隆人我想这是值得骄傲的一天 很荣幸以台船基隆厂为首 扛起台湾国建国造的大旗 肩负着我们安身立命的工程 我想像一路守卫基隆 守护基隆的台船公司 致上我们最大的感谢还有敬意 管闭临透露未来还有六艘 因应高纬度远洋护鱼 及破冰能量的巡护船将交由台船建造 期待在台船精湛造船技术的加持下 海巡团队能发挥人舰合一的效果 守护蓝色国土 让2300万同胞安居乐业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